歡迎大家來到周庸周圍講節目 本來星期二應該有一集出 最後就沒有出 理由是什麼呢 因為收到一個安心出行的通告 說我去一間食市 那間食市也有一個確診人 所以就要叫你去參加檢測 因為這樣就要參加檢測 所以沒辦法回來公司和大家錄這一集 所以星期二開了小差 首先跟大家講一聲對不起 不過像香港那樣 你突然家裡昨晚被人封了 你就在排隊 但香港也是要接受這件事的 今天我們講什麼呢 首先就是張曉明應該六十六場 聽完了 回到北京 到時寫出來向人大常委報告 香港聽了大概一千人的說法 有什麼看法 然後跟著中央 然後才再看那個應該怎樣做 然後由本地立法 有一段時間 林鄭也在立法會說得很清楚 叫大家先整定那些小組委員會 先談 中央一出 知道那個範圍是什麼 就立刻轉為這個法案小組 立刻去做事 希望盡快趕到 大家知道 打到來了 我自己有幾個想法 其中一個想法是 如果下一次的立法會選舉 沒有了公民黨 沒有了民主黨 那又怎樣呢 大家一定要明白 其實這兩個反對派的黨 過往四次的選舉 取得的位是很多的 我們計算數給大家聽 首先在2004年 民主黨加上公民黨 當時要45條關注組 取得總共15席 即是多少 60席的百分之25 不少的 四分一被他取得了 2008年又怎樣 公民黨成立了 兩個加起來 取得了13席 即是百分比來講 是當年60席的百分之21 到了2012年 兩個每個都是取得6席 加起來就是12席 等於甚麼呢 等於70席 當年已經加到70席 70席的17% 老實說 數字是不低的 去到最近16年 加起來的時候是13席 百分比是多少呢 就是70席的18% 大家可能說 哇 到時如果沒有得參加 或者他們沒有得選 那怎麼辦呢 我唯一的答案就是 又如何 又如何呢 老實說 這次最重要的禮拜 是有一個審查資格委員會選了出來 然後第二件事 就是將選舉的值數 就是由功能組別直選 就加多了一個叫做選委 那好了 如果我們將這三個現在大部分人 就是和張曉明說 很多人都在說 究竟是 4 3 2 2 4 2 3 甚至有5 2 2 細數2 3那些是甚麼呢 就是功能組別 或者是這個直選 一是20 一是30 那如果20 30 那40席就是選委組別 總共加起來就是90席 那大家究竟是怎樣分出來 當然這個要等張曉明回到北京 所聽到的東西 寫出來交給人大 然後作出決定 那大家才知道究竟是怎樣分 但無論如何 照看 由70席到90席 加多了選委席 張曉明說得很清楚 這個應該是較大的組別 應該比其他都多 那即是換句話說 直選好 功能組別好 可能都由現在的35席 是向下減的 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不是你來自哪個黨 而是你個人 過不過到這個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 就是這一關 那這個呢 亦都未公佈 是怎樣做出來的 但是這個亦都是第一件事 會說的東西 即是中央 是會很快 公佈出來 而香港這個呢 應該如無意外 都應該由特首委任 那委任些甚麼人出來 那會不會找些反對派的人 坐在那裡 當然不會 這個當然是愛國者治港之下 一個非常重要的委員會 就是把關的委員會 好 那個問題一件事 就是如果你是公民黨 你是這個民主黨的 首先問自己一句 你過不過到關 你個人來說 如果你今天還坐在監獄上 等著審訊的被告 老實說你可以Goodbye 你可以真的沒有機會你選 如果沒有的話 你只是現在目前 你是坐在外面 沒有事的 那你有沒有可以選舉呢 你要報名才由這個審查委員會去看 可以說一句例如 你說梁家傑去申請 如果看回梁家傑過往說的東西 那你問我 我就會說 我覺得他當然是No 他都沒有辦法去過這個資格審查委員會 這個是我說的 那麼有沒有人是可以過得的 那首先就要看 在民主黨和公民黨裡面 有什麼人願意參選 有多少人過往 是沒有做過一些反中亂港的事 或者說過一些反中的事 那這些就是決定了你有沒有得選 那如果你這樣看之下 功能組別和直選的 都會有一些公民黨民主黨的人 我一點都不會出奇 人數可能不多 但一定應該有 我的看法就是 現在是向前走一步 千萬不要以為香港向後走 簡單說一件事給大家聽 你就會明白 我們最終的目的 就是一人一票選特首 有了選委 加大了選委 再加大有了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 那即是什麼呢 即是在未來的日子裡 我們是更加有機會 有一天我們會見到 特首的候選人 是全民選出來的 這個你不要說說話 沒錯 是我說的 但我覺得 有了這兩個定海神針在這裏 接下來 全民選特首的日子 是近了不是遠了 如果我們看一看寬一點 那現在以後 剩下什麼人玩呢 反中亂講 攬炒的 就不能玩 這個純粹是選舉的制度 規限了 但是審查資格委員會 沒有提到區議會 或者區議會 不當是一個政制的重要地方 如果不覺得他重要的時候 就不用看他 即是資格那些不用看 這個有一個可以這樣的看法 我們要希望大家達到什麼目的 大家做到什麼人可以去參選 大家數給大家聽 好嗎 剛剛說了 如果你是反中亂講的 沒有行 如果你是攬炒派的 沒有行 有什麼人有行 外國外港派有行 有路你走 然後還有什麼呢 外國的中間派有什麼 中間派的意思是 我對香港的管治 我是有自己的見解 也都未必一定是 聽正特首所說的來做 但是我愛國 這樣有沒有愛國的中間派 我就告訴大家 一定有這些人 香港今天也有很多這些人 我們舉個例子 坐在今天的行政會議裡面 湯家驊 你問我 我不會說他愛國愛港派 即是說他建制 我會覺得他是一個 愛國的中間派 還有沒有呢 我相信有很多 那這幫人 愛國的中間派 有沒有參選機會 有 問題就是你怎樣表達出 一直向中央審查資格委員會選委 表達你是愛國的中間派 老實說 現在最重要的是 你是愛國 不是反中 你就有路下 還有什麼呢 還有一些叫中立的中間派 中間派 我們分開兩件事就是 我不是不愛國 但我是站在中間一點 有沒有這些人 我相信也有 香港不少這些人 但你怎樣證明我是中立的中間派 但這個我都不懂 在今天這裡解釋給你聽 你做些什麼做出來 但你的言行舉止 都可能是給到審查委員會 知道你是中立的中間派 站在中間一點 我們不要清一色 只是愛國愛港的人 我們也是做運一色 如果我們看回特首說完那句話 但有一個邏輯上的說法 是告訴大家 第一 我們要本地立法 人大常委決定之後 我們本地立法 本地立法完畢之後 首先要選什麼出來 我們首先要搞定 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 有的人先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選選委 因為你接下來的立法會 是有選委組別的 你未有選委 怎可能有立法會 所以立法會一定在這個之後 好了 你選委的選舉 是要多久才做到呢 三個月還是六個月呢 會不會是到今年年底才搞定 今年年底搞定的時候 是否明年和這個特首選舉是撞棋呢 老實說我都不知道 那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會不會又真是特首先 然後才到立法會再多一年呢 如果你說今年做完 那我又覺得真是很趕 你可能在七月之前 要做完本地立法的事情 然後三個月就是選委選出來 然後跟著再選立法會 然後再選特首 好 從今年六月開始 九個月內要做三次的選舉 是否太逼得呢 那我提出了我的看法 那無論如何 我覺得如果你們是那些中立的中間派 開始想想 我怎樣報名參選 記住一件事 九十個席位 是給香港人更多機會去參選的 所以這一步是向前走的一步 不要以為一定要有民主黨 一定要有公民黨 這個是由民主黨和公民黨 自己決定還參不參選 參加香港政治這個緩議 好 今天講到這裡為止 拜拜 明inters欣賞 我們一定要請兩人 每月 15分 都 寺 召喚 有